目前是登革热以及驱躬病的高峰期 三重区清洁队针对区内高风险的菜园 会事先张贴告示牌 进行相关的资青工作 希望可以避免资深蚊虫所带来的疾病传染问题 每年大月四月份开始 三重区清洁队就会进行一连串高风险菜园的资青工作 希望透过定期安排喷销 以及宣导加强自主维护等作业 来避免登革热以及驱躬病的传染 平常我们针对这个登革热可能有一些是菜园 我们针对我们四个里的这个菜园 我们也动员了我们清洁队跟我们里长 还有我们的林长以及菜园所有的地主 我们针对这个菜园一些积水容器做一个知青 那如果他真的一定需要这个积水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加盖 避免有这个挥稳进去做一个产卵的动作 又会带动这个登革热的这个蚊虫的一个发生 只要是区内高风险的菜园 清洁队都会安排自清的作业 并且事先会在菜园的路口张贴公告 提醒管理人员做好相关的配合工作 也能避免民众误入 然后我们都会来这边消毒 因为登革热的我们都会跟地主 种菜的民众讲说 我们有来消毒的时候 你们尽量先不要先来采菜来吃 要过一个礼拜过才可以 就要定期安排自清和喷嚣的工作 希望可以有效减少区内蚊虫的滋生 也希望可以杜绝蚊虫大量繁殖的传播途径 来降低民众的感染风险 记者沈仲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em Kitchen